本地冠病疫情蔓延引发对客工问题的关注 非政府组织呼吁我国减少对客工的依赖 本地八个商会表示 这么做会冲击我国经济 呼吁政府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代表5万家企业的行业组织表示 削减客工人数将增加成本 加重经商负担 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商会也承诺会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客工 并强调我国给予客工的薪金 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等 都属于本区域最好的国家之一